早安书店 整个2014年台湾的民众 我们喜不喜欢看书呢 我们看了什么样类型的书籍 才是台湾人所喜爱的呢 最近有一个最新的调查 是由成品书店所公布的 2014年度台湾阅读现象的趋势报告 而这份报告也涵盖了在香港的部分 其实我们知道成品在台湾 在香港都有展店 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趋势 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来分享 访问到的是成品通路事业群的经理 林轩颖 林经理 经理你早 主持人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经理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成品 我知道很多我们的海外的朋友 或者中国大户朋友都会告诉宛如说 来台湾在台北逛 晚上他们就到成品去了 因为24小时不歇业的书店 所以让很多的观光客很喜欢 看看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书店 到底长什么模样 所以呢 对在成品有一个调查 我看到的是说 今年到成品的到访人数 高达了1.4亿人次 没错 其实我们在几年起 以前我们就慢慢就发现 其实我们算出来 全台湾是两千多万人嘛 所以我们大概从大概三年前开始 就已经发现 平均每个台湾人呢 一年都至少到成品四次 那我觉得现在 我们常常在讨论 就是电子科技发达对实际的影响 但是我们这两年经营下来 全国发现 其实越是这个电子科技的发达呢 越能够推向读者 走到实体的书店里面去 或是实体卖场的环境里面去 这两个不相违背吗 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 在网路上订书就行了 不需要到实体的书店里面去买书啊 其实应该是说 这两方面呢 都是相同的成长 那当然不同的世代 它会有不同的购买的需求 那再来就是 我觉得大家非常讨论的是说 当今天讯息都电子化的时候 大家还买书吗 因为你的资讯很容易取得 是 因为很像很久以前 当网路开始兴盛的时候 大家会说 哦 这个网路的发达 一定会让纸张的需求 大量的下降 因为人们会从网路上面 做所谓虚拟化的作业 是 纸本书就开始 没有人要看了 因为在网路上 随时智慧型手机 随时带着走啊 是 没有错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发现 其实华世代 它有一个所谓的 双轨阅读的现象 这双轨阅读的现象是 第一 它会认为 我每天滑手机 打开我的平板 或是notebook上网 看这些资讯呢 他们认同 这是一种阅读行为 没有错 但是其实它在网路上面 看的这些东西呢 其实会更加扩大 它对于这些东西的 求知 更想要理解 甚至是它看到好的图片 它更在意 它可以看到 纸本上面怎么样的呈现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当时这样 因为你在网路上看的东西 它其实是有限的 它其实是片段的 它并不绝对 阅读并不是 只是一个快速的 资讯的取得 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慢慢去吸收跟消化 所以一旦它在网路上 快速的得到这些讯息以后呢 或是资讯以后 它会转向到实体 或是看实体的书本 慢慢的去把它看出来 或者它去把它读完这样 是 可能就是网路是 可以给大家知道一些书讯 书斋 但是你实际上要看 或者是享受阅读的乐趣呢 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还是拿到纸本书 实体的书 才会感受到 我们以前所谓的书箱 而不是现在的手机箱啊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时代转变 好 这个台湾 我们到成品的读者 造访人数呢 这个目前我们一个统计是比去年还成长了百分之十啊 特别是外籍观光客的部分也占了一成左右 的确我们在成品逛的时候 经常可以听到各种语言的人啊 在那边读书买书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了 就是今年度成品有一个销售排行榜啊 其实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有哪些书别人看过了而且很推荐你还没看到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今年其实每一类都非常有趣啊 不管是各年凌晨的读者 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可以来讨论看看像艺术类 通常在艺术类大家都会觉得是近而远 只觉得距离很大 或者是说设计类 在几年前其实设计很多大师都会出书啊 但是这一两在2014年有一些设计类的书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比方说艺术它会变得比较很简单 也就是说它用比较很浅显的方式 或是贴近时事的方式来告诉你这本书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有看到第一本 我们在这次的艺术类的那个台航榜里面的前三名 有一本书叫做这不是你想的艺术书 它其实用旁针博影的方式 就像带你透过像你读报纸读网路化 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些资讯呢 编辑现在作者也是会随着网路跟进化的 所以他们也常常会在网路上得到讯息 他会了解现在的阅读群众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接触这些知识或是讯息 或是怎么样引起他阅读的兴趣 所以比如说在今年 他整个艺术图书 他会让你觉得 我也是可以成为设计师的 你也是可以用自己的双手 让设计变得更好的 或者是说像这不是你想的艺术书 他会让你更快去 其实艺术图画艺术创作 我是可以理解是 我可以了解那是什么的 是距离不是在这么遥远的 其实我觉得听到这本书的书名 就蛮吸引人的 不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艺术书 我们以前看到艺术书都很大部头 然后出现一些你很难理解的名词 所以那个东西光是要进入阅读都很难 是专业人士看的 这是艺术类的部分 另外像我讲一下 跟民生大众比较相关的 兴趣比较有趣的是 我觉得今年在华文上面 我们很期待可以看到 就是上官鼎先生 他在封闭45年之后 他有出现新的小说作品 就是王道剑 一次出现五册 上官鼎是在之前 也是一个台湾很有名的政治人物 对没有错 而且金庸先生他曾经说过 这世界上只有一两位 武侠小说的作家 是让他觉得无人可以比拟的 上官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那这45年过去了以后 他突然出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看看这个人说 他一样很流畅 你会觉得饱到未老 其实过去两年 我们常常都来说 到底武侠小说除了金庸 还可以读什么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年 你本来是武侠小说名 可以看到新的作品 而且又一样精彩 那确实是会让人很兴奋的事情 是除了金庸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 台湾的武侠小说作家 好那还有哪一些呢 另外就是我们来讲一下小说类好了 翻译文学 今年翻译文学有两个有趣的现象 是我们今年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纸本出版 比如说刚刚跟主持人谈论到 大家现在会不会都只看电子书呢 所以现在这些编辑呢 他会在他的编辑装真摆面排版上 他的整个故事的呈现 会有一些是电子化 平面化 他无法契及的 像金庸出版 则出的第一 有一本小说叫做S 他其实是两个作者 交互时空 他用书中书的方式来做 这一本充满侦探悬疑的小说 所以一看就是 大家你一打开那本书 它是一个大书盒 外面写着一个S 但是你看到里面呢 有另外一本书呢 它上面又写着叫做西修斯之船 这本小说里面有非常多的 你要搭配读小说的阅读配件 比如说它会有罗盘 它会有别的小册 你一定要拿着这些小册跟罗盘 去搭配这一本小说来做阅读 所以在今年我们成品书店 有1300位的书店的同事 他们都共同推选 这本S这本小说呢 是我们大家年度都最想推荐给顾合的一本小说 是所以出版社是寂寞出版社 是寂寞出版 这本书名很容易就是S 大家可以在网路上或者是书店里面搜寻看看 是 那再来就是小说类的部分 今年很多经典重出 而且这个重出啊 不是只是重新设计你的书封 它可能会帮你重新编译 比如说找译者重新诠释 整理然后设计给重新包装 那这是我们非常乐于看到的事情 比方说像安伯托艾可的玫瑰的名字 卡夫卡的城堡 再来就会是 今年有电影上映 二童日记 就是它也有重新新的译文 新的包装 新的诠释 那我们觉得在经典的这个领域里面 有这样子不同的现象发生 这是在整个时间的这个经典的替补上 是很好的一个阅读的状态的创造 是 那经理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也有哪一位长小叔的作家 在今年度很受到瞩目呢 我觉得今年我们整个 刚刚有提到各种不同的类型 不同阅读的类型跟分类 那我们今年全年度的冠军 是蔡康永先生的书 其实这两年呢 在说话术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已经连续两年 都是在说话术这本书 他拿到全年度的冠军 那去年是一个外国人写的 就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得来 今年是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成为我们的年度冠军 其实这个反映到一件事情 就是每一个世代都会有 不知该怎么表达才好的事情 所以在今年在华文作家上面 第一名的书就是蔡康永先生 那当然还有一些两性励志类的作家 去年冒出头有一位作家 叫做四一 那这位两性作家呢 非常受到网友的欢迎 尤其是女网友 第一个呢 他长得很像是 一个著名的港星 那再来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他其实是用男人的角度 用很温柔的方式 去跟女人谈 你的感情生活 该怎么疏通跟理解 那他到今年 这本他到今年又有新的作品 一样还是很受到读者的欢迎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阶段再来聊聊 今年陆成品书店也有一个 在香港阅读趋势的报告 甚至在港台之间做了一些 简单的比较 经理 这样子的一个香港阅读趋势 又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香港的件事 其实我觉得 我还觉得还蛮开心的 我所谓开心就是说 以前大家都会觉得 香港人非常务实 他会一直想积极地追求成功 之类的东西 但是这一两年你慢慢会在香港看到 就是说 其实他们不怎么跑步 可是他们会开始读跑步之类的书籍 他想要理解那样的生活状态会是什么 再来就是说 他们也开始像这一两年台湾人一样 虽然我积极地参与社会 但是在我自己的生活 我想要追求简单快乐 跟简单的幸福 幸福感这件事情 这一两年在香港的书籍上面 他在2014年的这个创销书上面 他有比较同步的这个成长 那再来有一句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说 基本上香港在去年跟台湾一样 也有很多的说话之道 但是我们自己在两地发现的时候 发现其实香港人 可能他过去环境的困境 他比较容易表达他自己 所以在今年呢 他们的说话术已经退烧了 他们说话术退烧以后 他们展开什么呢 其实他们会看很多各领域的成功人的传记 什么东西取经验 他的这个成功人的这个传记 香港人的开放度跟坚硬度 比台湾人多非常多 所以比如说台湾人会比较看到 他比较focus在一些比较著名的大企业 或者是说美国的大企业 或是美国之前今年有希拉蕊的传记 那当然这一类的书呢 在美国在香港卖的也不错 但是香港的类型 或是国家的领域所看到的这个传记会特别多 那再来香港还有更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他们今年也是 他们今年是两性作家所写的书呢 夺得冠军 更有趣的是 这个作家也是一个男性 只是呢 他比四一多的一个身份 他是市议员 哎呀 这好有意思啊 因为市议员写两性方面的书又是男性 对 邝俊宇先生 我们在看这个东西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这样的男性作家很有趣 就是他可以理性问证 也可以跟大家感性谈情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状态 是是 我们在今天节目访问到 也是陈品通路事业群的经理 林轩颖 林经理 其实也在当中 宛如也看到一个调查 就是说台湾读者 每年平均够书量是11.1本 其实这样子的数字也还蛮让人开心的 就是大家还是在看书 还是在买书 我们很开心 就是说 同事们每天很精盈努力的 想要给大家最好的阅读环境 跟阅读的空间 那我们当然看到 远见大调查的是说 他今年这样的调查出来 台湾的整体 就是整个台湾人的阅读量 其实是有小幅下滑 大概0.1本到0.5本之间 但是我们回头看一下 我们在陈品书店里面 喂养出来的读者 这个阅读的能量还是非常好 所以这几年 每一个人平均的够书量跟阅读量 我们调查起来发现 都是有显著的成长 那这对于我们整个在经营书店来讲 是给书店同事一个最好的回馈 是 那当中因为我们都是女性 所以我看到了一个数字 就是买书最爱阅读的课程 客户险是50岁以上的女性 哇 这些中年妇女不简单呢 我想它其实是被highlight出来的事情 是说它买的更多 其实事实上 亲手女 就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女性呢 她们买的也不少 但是呢 刚刚主持人您所提到的这一块 中年妇女呢 她读得更多 就她可能更重度更深度的阅读 我觉得这有几个现象 我们在2013年到2014年 都有所谓的时安危机 那台湾现在社会里面 虽然华世代非常兴盛 但是我们已经走到一个maker 就是我们是制造的时代 所以主妇会更关心在 比如说健康 这之类的保养 或者料理方面的问题 怎么吃得安心安全 她更想要让孩子们带便当 以前不进来 我们都去外面吃 但现在比如说 你会发现周边带便当变多了 那你怎么样让自己 在这部分做得还不错 那另外是我觉得主妇们 她也会看一些 她并不会不接近时事 而且有太多妈妈 她们现在在教育下一代的方式 都是想要从朋友做起 所以年轻人 她的孩子 如果限制国中生跟高中生 她喜欢读什么 她也会读 因为她希望能够跟孩子 有共同的话题 是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 如果这样也看出来 台湾的女性很棒 男生要再加油了 阅读比较多元 没错 没错 好 我们今天谢谢林经理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